苹果的Apple Watch因为涉嫌血氧侦测侵权遭到ITC禁售 但是美国上诉法院却不回了这项禁售令 让苹果暂时松了一口气 苹果因为ITC禁售令向法院提起上诉 上诉法院最终决定暂停禁令 苹果跟提告侵权的代表没能及时表示意见 这表示在新年的期间 苹果都可以继续贩售Series 9跟Ultra 2这两款手表 苹果的智慧手表业务达到180亿美金 占了全球智慧手表总销售量的60% 双方最终有可能有机会寻求和解